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流利的把那个台词 全部讲出来 我记得有几场戏是 期待写 对 期待写 要放在冷藏的容器里面 然后赶到机场 然后再赶到花莲 我是觉得说 这些师兄姐 他们为了就是 就是不认识的人 他们可以做到这些 其实这是真的 非常让人家感动的 对 各位好 我是毕秀 欢迎您收看大爱会客室 今天要为您介绍 邀请到的是 超完美任务的导演 以及女主角 首先来欢迎的是 我们的张继荣导演 导演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张继荣 继续是在剧中饰演 王梦砖的 我们欢迎李湘玲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李湘玲 湘玲在这次 真的是算很吃重的演出 35集 你要从在高中时期 一直到现在真的是青壮年时期 的这个梦砖 在个性上面 你觉得梦砖师姐 他在整个人生历练上 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吗 我觉得从高中开始演 是蛮有趣的 因为他遇到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文凯穷追猛打的 要跟他结婚 那到了结婚之后 有一些家庭的问题 那还有一些文凯创业的问题 然后孩子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剧本写得很好 他把梦砖师也就是 那个成长过程写得越来越稳重 然后到他真的接触到了 他觉得很热情的 就是骨髓捐赠这一块 他是也是一开始 我开始刚开始第一场 要去跟人家解释骨髓捐赠的时候 我也是背了很多专有名词 我觉得好难好难 但我想说那时候可能 梦砖师姐也是从不懂到懂 那可能一开始有点生疏到后面 我就要很流利的 把那个台词全部讲出来 而且是越来越文重 然后不能就是好像咄咄逼人 又要就是有种说服的感觉 真的很好玩一路走来 这个部分其实他在讲这时间轴的部分 其实有一点真的是 像去重新走过梦砖师姐 从不熟悉到现在对于骨髓捐赠 很专业的解说跟关怀的这个过程 在空间的部分其实也拉得很广 当然这个部分在这一次 接这个任务的时候 他是超完美任务 那对你而言算不算超检举任务 算得上 因为刚开始看这个剧本就觉得 哇天啊这个场景怎么会多成这个样子 然后人物也多 场景也多又杂 就是很细微的地方很多 然后我们在找场景其实是费了很大的功夫 然后也是像刚刚跟香菱闲聊的时候 就是我们拉车 到屏东去拍一些空景 对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了解 我知道导演您好像曾经接触过街的这个戏剧 其实形态不太一样 主题也不太一样 这一次超美任务有什么样子的吸引力 让你觉得可以来尝试一下没有 当初邵制作找我拍这个案子 我就先跟他聊 然后他有告诉我说他心里面有一些人选 像香菱啊 邵宗啊 这些都是我之前合作过的 所以我其实就很期待 因为跟他们之前的合作就是很愉快 然后也对他们的演技都很 我觉得很肯定 所以我就很期待 然后再加上这个骨髓 捐骨髓的这个案子是 其实是之前大爱的戏剧 比较接触不到的 因为它对我来讲也是一个陌生的领域 我觉得就是这些元素让我会觉得说 那我就来试试看 懂 真的是一个大工程 刚刚香菱特别提到 当进入到的这个骨髓捐赠 关怀跟推动的时候 因为我们可能跟这个师姐在谈的过程当中 其实对于第一他基础的认识 还有因为要找人 什么样子的人可以适合捐赠 他不是他答应就好了 他可能周边有很多的障碍 还要一一的去克服 所以在你的台词里面 是不是真的每一集拿出来 我们观众朋友可以期待 真的到了后半阶段的时候 然后真的每一项每一项都好像 Q&A要一一的去把它解开对不对 对你来讲是不是也是从不熟悉到熟悉 你自己的这个成长跟体会有什么不同 我在接这部戏之前 我遇到的骨髓捐赠的事情是 我一个朋友的朋友他得了血癌 然后一直都没有配对到 那他再来荣总 然后我跟朋友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我们就直接跑去荣总找他的组治医师 说想要看他能不能配对 但是组治医师是说 刚刚堂姐来都不行了 我们就觉得有这么难 那真的很难配对到 那后来接到了这出戏之后 我们才发现实际的资料库很大 那我们如果在这边建党的话 是那个几率一定是比 我们只针对这一位病患 想要去跟他配对 那几率一定是更大的 所以就越来越认识越来越深 觉得这是一个 我觉得骨髓捐赠 其实是造血干细胞捐赠 我觉得是一个 真的是很可行的一项任务 后续我们也会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会知道说孟专师姐 为什么后来对于骨髓捐赠的部分 是这么样子的投入 再加上他很清楚分秒必争的 这种需求对不对 您自己在这个过程里头 有没有也跟自己过去的 哪一些思维有些不同的地方吗 我记得有几场戏是要 很急着去把那个就是 期待写了 对 期待写 应该是期待写 对 然后要放在冷藏的容器里面 然后赶到机场 然后再赶到花莲 我就觉得说哇 这些师兄姐他们为了就是 就是不认识的人 他们可以做到这些 其实这是真的非常让人感动的 对 这一次其实有很多都会出现一些紧张感 速度感 对不对 这个部分对于您自己在分镜 在处理的时候 就要一一地把它做呈现 比如说有这些比较紧张的场景 会去知道说我们有多么需要这个人 还有您刚刚特别提到的 我必须要有多么快去完成这一项任务 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 跟您过去这个拍摄一些比较特殊 这个情境的这个戏 是不是在技术上面都可以把它运用进来 是 当然就是我们会运用一些 除了演员本身的表演以外 我们运用一些镜头上的呈现 然后当然还有后制的配乐 可以呈现这分秒必争的感觉 但我觉得这个在他们的任务里面算是很重要 就是分秒必争 所以说超完美任务 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 不管是对于这个演员朋友 或者是对于所有的幕后人员来说 其实每一个环节都要必须要这个 呈现出他那种分秒必争的感觉 在后半段 尤其是要抢救生命这个部分 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精彩又感人的故事 请大家从今天开始不要忘记 超完美任务在大爱局场和您见面 也感恩两位今天的分享 感恩 感恩 感恩您收看今天大爱会课室 我们下次见 因为今天这两天都基本上都是外景 今天很开心 我帮你三分钟 希望日月坛里面挂就日月坛里面 然后我们跑了日月坛 然后现在我们认 然后又在西头 又在那个山林溪里面 对那其实我们为什么会选这边呢 因为最主要就是文凯师兄跟孟专师姐 他们两个在年轻的时候约会的地方 日月坛是一定要去的 西头我是没来过 第一次来 但这边也是很漂亮 那个山林溪这边 然后上面都有山栏在跑 好漂亮 这边的山木真的是 感觉都好久了 好直 好高 我就走 就扭到了 然后按定时扭到 然后他就 他就 他已经按下去了 按下去了要跑过来 但你小心一点 你不要真的扭到我 对你注意安全 反正扭到少宗会背影下去啦 没有 扭到剩下的一个半月六日 少宗背影 对对对 那你赶快下来 你赶快下来 很怕喔 两个人就参加救国团 然后他们呢 为什么会在一起 也是从救国团 这一个晚上 他们两个就开始正式交往 还好吗 我带你去看医生 小心喔 像今天这一出戏就是 反正英雄救美啦 然后当然就会有一点 疑情的感觉吧 可能本来就有点好感了 然后被背下去之后就 就决定了 我就是要这个 两个人谈恋爱的关系 男生就需要有肩膀 然后所以编剧就要安排了这个桥段 就是让观众知道说呢 文凯师兄他其实是有肩膀的人 他肯为凤砖师姐未来的 未来负责 OK 感觉就是 还好啦 因为我平常就是很爱爬山 所以 而且他还蛮轻的 就背起来还OK 真的吗 我刚吃两个便当耶 真的喔 可能我比较强壮吧 你看我身上背的 我会怕他 因为这边地板还蛮滑的 然后我们穿的鞋子都不太合脚 我蛮怕他会跌倒 因为他超常跌倒 好 我会保护你了啦 我自己一个人跌倒没有关系 我肩膀上面有另外一个女人 我不能让我自己摔倒 你也想人家过 很难接话喔 很难接 这只是一点小伤 我真的不用担心啦 你想不走成这样了还小伤 因为毕竟这是在拍戏 所以我必须就是要让镜头拍到他的脸 也要拍到我眼同时要讲台词 所以我身体会比较直一点 然后他就会比较辛苦 就可能就是拍戏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基本上体力都还OK啦